每年都会有一些灾祸发生了 但是每一年都有温情的故事发生 在灾难之下 那你就看真情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的这个火山喷发 是相当的厉害 当然它的影响不止于当时当世 可能对未来几年的世界都会产生影响 而生活在汤家工作 生活在汤家的朱建雄 他的生死则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特别是他的夫人李女士 他曾经无数次的尝试联系丈夫 电话接通了两次 却是一个外国人在接 这个可把他吓坏了 因为2019年11月 丈夫朱建雄去汤家首都 努酷阿洛法处理生意上的事情 本来计划2019年年底回国 不料因为国内遇到新冠疫情 所以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 李女士与丈夫的最后一次微信聊天 是北京时间的1月15号下午1点01分 朱建雄给她微信转来了35555元 随后发来一条语音说 火山爆发 海啸要来 我现在去机场 之后无论李女士说什么 对方再也没有回应 这可能是他微信里所有的钱 一下子都转给他了 平时丈夫是通过银行汇款的形式 给他和儿子寄生活费 很少直接用微信转钱的 所以这一段对话 看着就让人泪目 这个李女士和朱建雄是2007年相识 15年来 两人成为彼此唯一的依靠 这个女方是孤儿 而蓝方的父母小时候就离异了 13岁就出门打工 婚后两人曾经到汤家做生意 在当地卖中国货 生了孩子之后呢 这个李女士回国全身心照顾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而丈夫呢 则留在汤家继续的打拼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很可怜 这些在异国他乡打拼的人啊 往往在这种灾难来临的时候呢 总是让人牵挂 那最新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是外交部李士司已经说 这个掌握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同时我们国家向汤家提供10万美元的援助 所以朱建雄一定是安全的 希望他早日回国 回到妻子妻儿身边